東台灣在土地上是開發比較晚 資源不足 當年要不發展這個人才也不是很夠 這方面 老實說 曹永和在世的時候 還有工資曹章頂 基金會對效真的非常好 他申請的案 沒有第二地方就通過 所以沒有曹永和基金會在背後的資深 恐怕會走起來會更為艱難 所以底下我們就請曹長年曹的董事發言 黃老師師母 各位老師各位好朋友 首先我還是跟各位之前很不好意思 因為林玉如指派這個任務給我的時候 我正在忙我兒子的分禮 所以沒有多聯絡也沒注意 我以為今天這個是中華做談 發言三分鐘 所以我也沒什麼準備 那只要有時間剩下來 然後就可以捐給專程從美國來的柯教授 首先 那我 說明一下這個曹永和基金會 其實剛剛那個 趙老師也有提到這個基金會的成立 那我父親是因為他 自從容破這個院士的榮譽以後 他自己覺得他有社會責任 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獨職捐了一千萬 然後我們趕在1999年的7月成立 是因為從1999年的7月1號開始 基金會門檻三高 所以我在6月30號送監完成 結果一千萬是全國性的基金會 因為那個時候是一千萬兩百萬 地方性是兩百萬 然後1999年7月1號就變成三千萬全國性 那地方現在要五百萬 那所以我們趕在那個 6月底申請完成 就7月正式的開帳 那我們成立 當然基金會一開始 主要也是在迎接我父親 八十大時候 那時候文職領事務院 當然是國際研討會 那接著就接到夏老師的請求資源 那其實我也不認識夏老師 那我父親非常肯定夏老師的鼓勵 所以他也是真正我們東台灣學術界的一個明星 所以他就非常大力支持 那當然我們基金會成立 我們董事長是劉翠榮中央院副院長 那我父親剛剛剛開始獨自捐助 所以他都會表示一些意見 那後來他就很尊重董事會的獨立運作 那之後就完全沒有表示意見 可是對東台灣研究他有特別表示說要大力支持 所以我們從這邊會有列出這個明星 就是大概從這個2001年開始就幾乎每年都有 都有支持東台灣研究重刊的這些出版發行 那當然其實每一個補助案都是夏老師親自提出申請 那當然我們只是通Email 通Email公開 我事實上也都沒有經過夏老師 那各位可以看到 之前都是每年申請10萬塊的一個補助 不過到了2012年 2012年因為我父親事實上他捐了1000萬 我們知道銀行利息非常低 一年大概也才30萬的利息 所以我父親開始每年都還捐100萬進去 每年捐100萬 那到後來他覺得他身體 他自己覺得他已經90歲了 90多歲了 所以他就進一步就是把他 把他手上的股票大概捐了三四千萬 再捐幾千萬 所以我們從這個2012年開始 因為我父親有捐了前幾四千萬 要鼓勵所得很多 所以我就鼓勵夏老師說可以再多申請一點 所以他在這個 2012年我們就申請了三十幾萬 之後到後來又 甚至於最後申請到3.50萬 今天好像還沒有提出 曾孝總我們明年再提出吧 那我想基金會跟夏老師其實 我也不清楚我父親跟他的院員是什麼 也許是當初他在同學院當文學者 我父親那時候也是參與台灣史 準備出個發展 那時候也有統事經營 然後接著在 我們事實上我們基金會成立 我們第一屆到 第四屆就是劉翠榮光統事同事 這期間我們也有 整個統事會儀式到台東來召開 那時候當然也是夏老師有 夏老師非常熱忱 從同階級開始 帶著我們兩天行程 那時候還特別緊 夏老師帶領我們去整個東海岸做深度的 這個 這個 是一個人文之旅 那接著我們大概第四屆第五屆 就包括林玉如張同事 黃老師是元老 從一開始就是我們的董事 到現在 那後來接著大概第四屆開始是 張同事林玉如 就等於我父親的學生輩 等於傳承到他的學生輩 然後我們又再來台東 召開董事會 那這一次就 夏老師親自帶領我們去 去 去 神神 等於是一個深度的導演 跟體驗 那中間還有幾次 比如說那個 當然我這邊也可以補充 我也很榮幸 就說原來 萊登堆下老師這邊這麼重要 萊登 是我介紹他去的 因為我跟那個 劉娜 布魯西這個老朋友 所以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已經進去台風大學了 那 所以後來 布魯西跟 跟 娜塔利 娜塔利 來台風大學 就是他們就是 其實 這個 布魯西他們的成長 都是因為 當年我父親整理的 那個 熱燃車城日記 這個 草稿 讓他們這群年輕人 學生 以這個 我父親這份 手稿 整理出去 熱燃車城日記 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那個時候 布魯西跟 娜塔利 來 台風大學 但是我也要讓他們來台東 前面是跟 夏老師也有相當的互動 夏老師也帶他們到資本 然後 發出一點 說 陳蘇琳的過去 身體體驗 那 我想接著就簡單報告一下 我 我跟夏老師的 我事實上 這裡我寫錯了 應該是2005年吧 2005年我那時候 前那時候我已經 投資了 坦丁徐夢園民宿 那時候我到了 因為那時候我本來已經準備退休 那就覺得 所以到了 墾丁 我發現裡面台商業化 覺得很爽 那 我就想 當時 我是想 台灣 台灣跟中國關係 有點像加拿大跟美國 加拿大就是觀光 跟這個 頭腦產業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 應該來到這個東海岸 尤其我們可以吸引歐美觀光客 所以 我是從 從這個 台北開車出發 然後先到花蓮 再到台東 那 所以那個時候 當然是我第一次跟夏老師見面 那當然 跟夏老師見面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本來是想來這邊 投資個禮數嘛 在那個時候 很直接的一個相比 因為也有墾丁的經驗 夏老師那時候跟我提起 我們台東有很多很多 前置的 住民的 過去 深入體驗 那 我想接著就簡單發揮一下 我 我跟夏老師在那邊 我事實上 這裡我寫錯了 應該是2005年 2005年 那時候 對 其實那時候我已經 投資了墾丁徐夢園民宿 那可是我到了墾丁 因為那時候我本來已經準備退休 那就覺得 所以到了墾丁 我發現裡面台商業化 我覺得很爽 那 我就想 當時 我是想 台灣 台灣跟中國關係 有點像加拿大跟美國 那 加拿大就是觀光 跟這個 頭腦產業 那些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應該來到這個東海岸 那尤其我們可以吸引歐美觀光客 所以 我是從 從這個 台北開車出發 然後先到花蓮 再到台東 那 所以那個時候 當然是我第一次跟夏老師見面 那當然 跟夏老師見面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本來是想來這邊 投資給你住 在那個時候可能直接有一個想法 因為也有肯定的經驗 那夏老師那時候跟我提起 我們台東有很多很多 閒置的空間 因為 台東自從交通改善以後 很多人就 把他都跑到西部去了 尤其南回台東 所以就更加 人口更少 所以 更多閒置的這些 很多很多房子是閒置的 所以他有提出一個想法去做 可是因為太平洋對歐美人士 非常有吸引力 所以他就覺得我們這邊可以去發展 國際背抱課的青年旅館 國際學社 這樣的一些發展 那這裡我也可以 等於 我跟老師可以報告 就是說我事實上 我今年7月1號 有正式成立一個 國際背抱課站 在那個成功路 等於是實現當夏老師的一個想法 那 那這群年輕人也 我都跟年輕人說 是啊我肯定巡邏尾後來 也是租給一堆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很多 也都支持他們 那台東這邊也是有一群 他們滿有的 台東事實上 這幾年來很多這種新移民 就是他們都很有理念 也很喜歡台東 這樣的一個人質 更沒有破壞 他們也許實現能力一下 所以有一群年輕人 跟經營的背抱課在乎 而且他們是強調國際觀光客的 這種背抱課站 所以也許這樣還可以擴大去 進一步實現 楊老師的想法 那 那 這就是我等於發告一下 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我當初從 台北移民到台東 台東做會年人 真的我依賴台東 事實上我 2005年來台東 一直 一直帶到前年年底 去年才 在高雄學校 那 搬去高雄主要是 也是因為我太太 她愛上游化 還在高雄學校 要不然我也是 還是 所以我這邊還是 可能一定還是要回來 那 當初我從花蓮到台東 那花蓮因為穿過 她的市中心 然後再 到了 然後走 洗衣海線 非常 到了進入台東以後 就非常靠近海岸 而且都可以前進 那當初我 那時候我 那時候放在台東 我事實上是在 想要在這邊 推動那個 衝浪的 這個園區 因為我那時候跟 墾丁也認識 你 隨便 隨便 把全世界出來 講 講短一點 那 OK 我這邊都略過 我直接講到 我現在 大概應該是2008 2009 就參加夏老師 帶你到蘭嶼去做體驗調查 那時候等於就在蘭嶼 那我就跟他聊 那時候夏老師就 因為我們在台北洋裡面 他就提到他的想法 他很希望能夠推動一個 像台東這樣一個 太平洋海邊的一些 二線城市的一個 國際聯盟的一個 等於推動有一個小城市的 一個國際論壇 建立起跟這些 太平洋沿岸的這些 都市的一些聯盟關係 大家來共同探討 在太平洋 周邊上面的這些城市 怎樣去發展 那 我想 有點期待 也許我們將來 我們基金會 能夠協助董臺灣交配 甚至於跟那個 這個 裕分老師 也是夏老師的接班人 那現在又是院長 院長已經可以化界整合 有各種各種 每個領域都在管下下 那所以也許啊 有機會能夠推動這個 太平洋小城市論壇 因為我們包含南道文化 事實上臺灣是南道文化的人 很根源地嘛 再加上各種藝術的文化 那 期待有一天我們能夠 在地方去幫上一點吧 謝謝 來